有關於這個訴諸跟林志玲的問題 你在回答媒體的時候你覺得你沒有錯對不對 你覺得你用這樣子的比喻你覺得理所當然 你覺得很自然 這就是你對不對 我跟你講講的人心中沒有那個意思 不過這樣啦 外面要這樣引導 當然就是我們要小心說不要用這種 什麼叫做外面的人要怎麼樣領導 這件事情不是只有一個人罵 所有的人都認為這樣子的發言是不對 我現在就問你 如果用你這樣子的邏輯 別人我講沒有心啊 別人聽有意啊 所以你是你聽的人有問題啊 那我問你 如果有人問你說 如果有人跟你講用你的邏輯 你明明就是柯媽媽啊 為什麼演成林志玲 你會開心嗎 如果今天是你的媽媽被拿來做比較的時候 你會開心嗎 你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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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喔 這題我不想再討論 什麼不想再討論 我告訴你 這一題是很大的問題 你從2014年選市長的時候 你對於性別議題 對於歧視的問題 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拿出來 當新聞 你也一直在道歉 還被上課課 結果時間過去 八年了 牛 咬到北京也是牛 你在最後一個任期 你一樣犯同樣的錯 你不覺得你 我就問你嘛 如果用你的邏輯 反正我講沒有心啊 聽的人有意 那你家的事啊 我如果問說 明明是柯媽媽 為什麼演成林志玲 你覺得柯媽媽不會傷心嗎 不會 柯媽媽不會傷心 我媽媽EQ很高啊 你媽媽EQ很高 可是我看你媽媽 一天到晚在被人家罵的時候 她也不不跳啊 不會啦 我媽媽EQ很高啊 不會 你回去看新聞 不不跳的 人家都是柯媽媽咧 我要講的是 如果這一件事情 你不希望你的媽媽 或者是你的姐妹 被拿出來做比較的時候 我希望你這件事情 不要再犯 依照柯文哲講的 各有細路 八年來我們發現 柯文哲原來是俗辣 卻演成英雄 可以這樣講嗎 你的人設明明就是俗辣 結果處處嗆聲 讓我們大家 過去八十五萬的人支持你 因為教室你是英雄 結果沒想到你就是一個俗辣 遇到財團就腿軟了 請問建昌議員 這樣算不算誹謗 還是我要真的放 我就放手跟她打 來來來來 時間暫停 不是啦建昌議員 現在是我質詢你 還是李健康質詢你 我是尊重建昌是老議員 我告訴你 我用你的話照樣照句嘛 沒有啦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現在如果 認為我欺負了你 霸凌了你 你有沒有想過 你在霸凌宿主阿姨的時候 霸凌林志玲的時候 你如果覺得 你對我說的話 你很不開心 你有想到 在你發言 把林志玲跟宿主阿姨 拿出來做比較的時候 宿主阿姨沒有 可以站在你對面 回應你嗎 這麼不尊重人 我告訴你我今天的質詢 是要告訴你 被人家亂罵 被人家霸凌 是不開心的 如果你今天不開心 你就應該對宿主阿姨道歉 海荒鮑魚乾貝 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出入我的優惠代碼 CTI714 想有折扣喔 很棒 我支持你的保固 很多次 我們可以在這裡